大家好,我是晨晨妈 今天我们又来勾这个垫子 这是一款用布条线和7.0的勾增 勾出来的一个垫子 跟上一集一样 也是一种阿富汗的针法 然后这个是阿富汗的一种扇贝花 扇形花 是非常有立体感 然后也很漂亮的 这个可以用粗一点的 像布条线 咱们来勾这种垫子 坐垫沙发垫都可以 或者是你用五股牛奶棉 棉线去勾毯子 或者是帽子等等都可以 用布条线勾包包也是挺好看的 那这个颜色搭配 就完全按照自己喜欢来 我这里是差不多用了九种颜色 一共勾了有十排的扇贝花 一共勾了十排扇贝花 你也可以用两种三种四种 随便几种颜色都可以 它可以最大程度的去利用咱们家的这个零线 它勾起来也是特别简单的 这个勾的时候是从这个地方勾 勾完了之后再倒过来看才更好看 才会有我们这种扇贝花的效果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 现在就开始了 我们就来起针 我们先在线的一端也是打个活节 把咱们的勾针穿过去 这个起针数呢 是大家可以先试着起十三的倍数 加上一针 如果多了到时候我们拆掉 如果万一少了呢就比较麻烦 我们先起个十三的倍数加一 那也就是说它这个一个扇贝花大概是占了十三 有的是十二这样的一个帧数 大家根据自己的就是需要 看一下你是勾垫子还是毯子等等 根据你的需要 看一下你想勾一排勾几个扇贝花 然后去算一下自己的起帧数 那今天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每一排只勾两个扇贝花 给大家做演示 不管是几个扇贝花 不管我们起帧数是多少 方法规律呢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今天这里呢就起十三乘以二 起个二十六七帧给大家做示范 好那现在就开始了 刚才呢这个就是一帧 咱们起帧的时候 手劲呢适当的松一点 松一点 这里起了一个二十七帧 两个扇贝花加一的帧数 二十七帧不包括勾针上这个线圈 这个捏住的是第二十七个辫子 现在咱们来到倒数第二个辫子 咱们从这里开始 好把线勾过来 这是一个未完成的短针 好我们从右往左 连续勾六个 三 四 五 六 勾针上一共是七个线圈 现在咱们要往后退 好我们勾住线 带过两个线圈退了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咱们退了有六次 接下来咱们要从这里呢 有一条一条的速杠 咱们从这里开始挑 这个呢不算 因为这个旁边的一针 就是咱们勾针上这个线圈 好我们从这里 一 二 三 四 好 四个线圈 接下来咱们要开始减针了 每次都在左边减针 调这个速杠的同时 再调这个斜杠 就等于把这里呢 剪了一针 调到五个线圈 那第二排呢 调到五个未完成的短针 勾针上是六个线圈 退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第三排 第三排 二 三 好 同样的 这里也要减针 调到四针 一共五个线圈 一 二 三 四 退到四次 接下来第四排 一 二 好 同样的道理 这边也要减针 三 调到三针 四个线圈 退一次 退两次 退三次 接下来第五排 左边剪针 调到两次 三个线圈 退一次 退两次 最后一排 第六排 直接的在左边剪针 好 勾针 带过两个线圈 这样呢 我们就勾了六排 那么右侧呢 就会有六个辫子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看到吧 有六个辫子 好的 现在呢 咱们要从这里呢 勾 短针 勾回来 好 我们要勾短针 路针点在哪里 这里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里勾针上 线圈在动的时候 同时带过的是这个线圈 那这个地方 就是待会我们 勾的第一针的路针点 好 这个是第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这个是第五针 然后呢 这里呢 是第六针 好 我们勾六个 短针勾下去 一 二 三 四 四针了 五针 五针 好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第六针 勾到六个短针 然后接下来咱们回到这个起针上面 这个地方是我们勾第一个这个三角形的这个花形的最后一针 所以我们在它左边的一针 接着它左边的一针 在这里勾第七个短针 好到这里呢 其中一个三角形的三倍花那就勾完了 好 接下来咱们来到中间 现在我们要勾中间的完整的一个三倍花 这个相当于是半个 相当于是半个 咱们继续 中间的三倍花 好 同样的是往左边走 每个起针的这个线圈上面 咱们挑一针 一共要挑十一针 一二三四五六 好了 咱们挑了十一针 加上勾针上的线圈一共是有十二个线圈 接着咱们开始第一排 也是两两相退 退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八次 九次 十次 十一次 完成第一排 好 继续 方法都一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哦 不对 这里要 这个要右边要剪针 说错了 这里中间的三倍花是要左右两侧剪针 好 这个旁边的只是左边剪针 好 我们这里第一个第二个 要这样路针 好 相当于这里剪了一针 一 一 一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同样的 左边也要剪一针 九 咱们勾了九个线圈 呃 勾针上是有十个线圈 好 是吧 相对于第一排来说 咱们就相当于是减了两针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咱们又是往后退 退一次 退两次 退三次 退四次 退五次 六次 七次 八次 九次 完成了第二排 继续 首先右边剪针 穿过第一第二两个速针 一次 两次 三 四 五 六 好 左边同样剪针 七 勾了七针 勾针上是有八个线圈 退一次 退两次 三 四 五 六 七 完成第三排 边勾呢 可以边调整一下 要不然这里后面会卷的比较厉害 继续 右边剪一针 然后呢 我这里线不够了哈 我把它拿过来 咱们继续调整 两 两次了 好 三次 四次 右边剪一针 左边剪一针 五次 挑到五次 勾针上六个线圈 退一次 退两次 退三次 退四次 退五次 形成了第四排 形成了第四排 继续 一 二 左边剪一针 三 挑了三针 四个线圈 一 二 三 退了三次 形成了第五排 好 这边 右边 现在这里 只挑一个线圈 这边呢 挑两个线圈 剪一针 挑了两针 勾针上三个线圈 咱们勾线 一次带过 这样呢 勾了六排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排 看到吧 那这一边呢 就应该也是六个辫子 这个怎么数呢 我给大家数一下 这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对不对 这是 右边的六个辫子 所以大家注意我们每个扇贝花 不管是这种三角形的 还是一个 弧形的 完整的扇贝花 它都是右边六个辫子 然后左边七个辫子 永远都是这样 好 这是六 接下来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 然后这里就开始是第二个扇贝花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这样呢 就说明没有够错 那接下来咱们要用刚才一样的方法 用这个一样的方法 这里呢 也要勾六个短针下来 然后第七个短针呢 就在这个地方来勾 这里的六个短针的路针点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这个呢 是这个花形的一个蓝点的地方 很多姐妹呢 找不到路针点 这是第一针 二 三 四 五 看到吧 这个是五 这个是第六针 这个是第六针 然后这个呢 是我们刚才这个扇贝花的最后一针 那第七个短针呢 等一下就要勾到这个地方 好 是这样来勾的 好 我们继续了 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两个短针 三个短针 四个短针 五个短针 这个地方的 这个地方的 第六个短针 然后这个起针的上面 起针上面 第七个短针 好 现在我们又开始 下一个完整的扇贝花 因为你们勾的可能不会像我一样 只有每一排只有两个扇贝花 你可能有四个或者五个 对吧 那中间的扇贝花的勾法呢 跟这个就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大家呢 就一直的勾 一直勾到最后还剩下几针 最后这几针呢 就跟它的勾法 跟第一个一样 咱们也是要勾半个 就是半个的扇贝花 同样都是在左边剪针 好 好 那中间大家自己勾一下 那我这里就直接跳到这里来了 好 这里 第七个短针勾完之后 咱们跟这个勾法一样 挑一次 调两次 调三次 调四次 调五次 调六次 好 调了六次 那我们勾针上呢 是有七个线圈 方法一样 退一次 二 三 四 五 六 第一排完成 一 二 三 四 好的 左边要剪针了 注意了 速杠斜杠一起挑 五 调了五针 勾针上六个线圈 退一次 退两次 退三次 退四次 退五次 继续 第三排 一 二 三 好的 左边剪针了 四 调了四次 勾针上五个线圈 退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完成了第三排 现在第四排 一 二 左边剪针 三 调了三次 勾针上四个线圈 退一次 两次 三次 现在开始第五排 调一针 左边剪针 调两针 三个线圈 退一次 两次 第五排完成 现在第六排 直接的左边剪针 调一个线圈 好 退一次 完成第六排 然后呢 接下来跟 刚才这个方法一样 咱们也是要 咱们也是要 勾短针 勾下来 这样才是完整的 一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好 第六针 六针 好的 我们刚好剩下最后一个辫子 就是我们的第七针 然后咱们再勾一个锁针 把线剪断 这里就可以把线剪断 然后就把这里呢 拉长固定 那相当于第一排的扇心花呢 咱们就是全部的勾好了 所以咱们的起针数 刚刚好呢 就是咱们的 十三的倍数 加上 说错了 我们的起针数是 十三的倍数 加一 加一 我这里刚才起的是 二十七针 两个扇贝花加一 好的 那现在呢 我们第一排完成之后 现在就是第二排 第二排呢 咱们就是勾在这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 就是要勾两个完整的扇贝花 这就是第二排 等到第三排 它的勾法又跟第一排一样 第四排的扇贝花 跟第二排的扇贝花的勾法 又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花形呢 就是每两排一个重复 一个循环 好 现在我们就来开始了 好 我们第二排的扇贝花 这个中间要勾一个完整的 来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 好 这里六针我们不管 我们从 这里不是有七针吗 我们从第一针开始 直挑外半针 咱们把自己的线拿出来 好 你也可以这里打个结 咱们把这个线圈挑过来 好 稍微的拉拉紧 每次直挑外半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七针 这是 这一边有七针 对不对 现在要挑这一边 这边有六针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好 那针针上一共是13个线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针针上一共是13个线圈 所以大家记住 不管你是针 这种半个的扇贝花 还是一个完整的扇贝花 整个这个花形 每一个扇贝花 它永远都是六 右边六个辫子 左边七个辫子 这样才是没有错的 好 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来勾 它的勾法其实倒不难 跟这个是 跟刚才这个勾法呢 是一模一样的 好 这里还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我们开始退了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八次 九次 十次 十一 十二 好 退到十二次 完成第一排 现在呢 我们右边简针 穿过第一第二个竖杠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六次 七次 八次 九次 好的 左边也要简称 穿过一个竖杠 加一个斜杠 十次 挑到十次 勾针上有十一个线圈 退一次 两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每一次退都是退两根线 五次 六次 七次 八次 九次 十次 完成了第二排 现在第三排 右边先简针 勾了一次 两次 三 四 五 六 七 好 左边简针 八 勾了八针 勾针上一共是九个线圈 退一次 两次 三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八次 第四排 右边简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左边简针 六 好 六次 勾到六个线圈 勾到六次 勾针上十七个线圈 退一次 退两次 退三次 退四次 退五次 退六次 完成了第四排 第五排 右边先简针 一 一 二 三 左边简针 四 勾针上五个线圈 一 二 三 四 退到四次 完成第五排 右边简针 左边简针 勾针上三个线圈 咱们一次性带过 完成了第六排 好 这边数一下 红色的辫子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就没有错 然后这边呢 我们又要开始勾七个锁针 勾下来 勾七个短针 勾下来 六个短针的位置 大家看清楚了 一针 这根线其实就是跟咱们勾针上这个线连的 一 二 三 四 五 第六个线圈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然后待会的第七针 咱们就在这个地方录针 好 好 我们开始了 一 二 这里是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然后这个是第六个 接下来这里第七个 穿外半针 好 这样呢 这个完整的扇贝花呢 才是完整的 就完成了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辫子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辫子 这个一定不能错 好 那现在咱们又开始过渡到这里 开始勾第二个散北花 它的勾法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完全相同 好 我给大家开个头 好 这里已经有了一针 咱们继续往左边走 挑针 每个辫子挑一针都是穿外半针 那么如果你的帧数没有错的话 应该一共是13个线圈 就是挑到这里 挑到这里六针的最后一针 就刚好是13个线圈 数一下哈 一二三四五六 还差一个 13个线圈 那么这里的最后一针 其实就是这一边六针当中的最后一针 换句话说 你这里应该剩下完整的七针 一二三四五六七 是吧 这样才没有错 这个是第七针 这个是我们后面 那个结束的时候 多勾了一个锁针 好 那现在的方法就跟它相同 大家呢 就是这样一直的去勾 然后用这种方法 把你第二排 看一下有几个散北花 把它完整的勾完 有个地方 刚才忘了提醒大家 就是咱们勾这个第二排的散北花 我们知道都是勾 一个一个完整的散北花 是吧 那当你勾到这一排最后一个散北花的最后一针 就是这里不是勾了六个短针吗 我们还差一个 对不对 按照中间的勾法 最后一个应该勾在这个地方 对吧 那这里最后结束 咱们不勾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勾这个地方 还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最后这里咱们就不勾短针了 也就是只要勾 这里就只勾了六个短针 我们把最后一个短针改成引拔针 改成引拔针结束了 然后再勾一个锁针断线结束就可以 好就可以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 好 现在我们开始第三排 第三排咱们要从这个地方开始 也就是从这里的六个短针的最后一针 一二三四五六 从这个地方开始 大家记住 后面也都是这样的 好 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 拿出我们的第三种颜色的线 你也可以先打个结 把线勾过来 同样是挑外半针 好 这就是一针了 然后呢 咱们就来到第二排 这里不是有六针吗 好 我们依次对过去 两针 三针 都是挑外半针 四针 然后这个 五针 六针 好 最后一针 七针 其实是挑到六针 勾针上有七个线圈 看到没有 是吧 好 那我们的勾法又跟刚才这个一模一样 好 又这样 第一排退一次 退两次 退三次 退四次 退五次 退六次 大家呢 就这样把这个勾完 好 最后一针勾完了 那这里检查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 是吧 也是六个辫子 好 这里同样的勾 六个锁针勾过去 就是在这个 李三的这个地方 六排嘛 就会有六个李三 然后呢 咱们就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好 第六针在这个地方 这个线圈 这个线圈 六针 好 六针勾完了 那现在我们就还差一针 还差一针 同样是就过渡到这里 过渡到这里 这个是第七针 好 那现在我们就又开始 在这中间挑针来开始 一个完整的三倍化 好 方法都相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一 十二 好 挑了十二针 加上钩针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加上钩针上 一共是十三个线圈 大家呢 用相同方法 就是钩这个 完整的三倍花的方法 把它勾完 第三排的三倍花 大家按照这个方法 把中间的这些完整的三倍花 全部把它勾完 勾完之后呢 我们就会来到最后这个地方 最后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跟开始一样 只要勾半个三倍花 是吧 那这里教下大家怎么起针 好 我们这里七个短针 这是最后一个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挑针了 两针 三针 三个线圈 四个线圈 那其实我们知道这里的 这个第七个短针 也就是这里七针的第一针 是吧 好 五个线圈 六个线圈 我们这里已经挑了五针 一共是六个线圈 那么第七针在哪里呢 我们这里最后剩下这个辫子 是我们最后引拔的 就是当时这里引拔结束的这个辫子 这个辫子咱们不管哈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来挑第七针 看到没有 在这个地方 调我们的第七针 钩针上呢 就刚好是七个线圈 七个线圈 那么这里挑呢 其实意思就是跟 这里开始的时候 在这里挑第一针 是相呼应的意思 明白吧 好 挑完了之后 然后呢 方法就跟这里一样 大家呢 也是把它勾完 第三排的三北花 已经来到最后 好 我们最后这里也要勾完 七个短针 才是完整的结束 好 这里已经勾完了六个了 一二三四五六 那么第七个在哪里呢 也在这个地方 好 也在我们当时挑的这个地方 好 大家在这里勾一个短针 再勾一个锁针 断线 然后就可以拉紧线头 这里就可以结束了 好 这是第三排 那么接下来第四排的三北花 它的方法跟第二排 跟咱们的第二排呢 是完全一样的 也是从这里开始挑13针 如果你怕找不到 你就从这里开始算 一二三四五六 好 六 然后就从下一个开始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里有七个 然后这边有六个 一二三四五六 看到没有 这样就会挑出13个线圈 然后就去开始这个三北花 好 所以它的方法跟它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就这样重复的勾 我们也说过 它是每两排一个 扇形花的一个循环和重复 当你这样一直的勾 一直勾 勾到自己需要的大小之后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结束它 结束的这一排呢 是放到这一排 就是中间要勾这个三北花的 这一排来结束的 那这里时间关系呢 我就不勾那么多 那现在我就直接在这里演示 怎么去勾最后一排 结束的这一排的三北花 该怎么勾 好 结束这一排该怎么勾呢 来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 这是第七个 这是这边七个的第一个 好 我们跳过第一个 我们从第二个开始 也是挑外半针 路手 路针 咱们把线勾过来 咱们把线勾过来 好 我们要开始了 挑七针 两针 三针 咱们可以把线头包下 四针 五针 六 七 七 我们挑了七个线圈 针针上有七 一二三 看到没有 七个线圈 现在我们开始退了 咱们退一次 退了一次 现在就不退了 我们现在要开始往左边加针勾过去 好 我们来到最旁边的斜杠这里 加一针 然后再来到这个地方 加了两针 好 现在开始 继续退 退三次 一 二 三 退了三次 咱们就不退了 现在又要加针 好 从这个速干开始 加一针 第二个速杠 加两针 旁边的斜杠 加三针 这个地方 加的第四针 好 现在要开始退 退五次 一 二 三 四 五 退了五次了 我们就不退了 好 现在又要回去 要加出五针出来 好 加六针 好 第一个速杠 一 二 三 四 旁边的斜杠 五 然后这上面 六 现在我们要退七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好 退了七次了 接下来我们又要加针 从第一个速杠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旁边斜杠 七 这里的 八 现在要退九次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好 我们又要开始 退到九次就不退了 又要加针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六 七 八 旁边斜杠 九 然后这里 第十 现在我们要退 退十一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退到十一次就没有了 好 那这里其实也相当于勾了六排 一 二 三 这个底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好的 这样呢我们就勾完了 勾完了之后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刚才 这边不是有六个 这边有七个吗 我们来到第一个 刚才我们跳过的这一个 我们穿过它这个辫子两根线 把咱们这个线圈带过来 好 好带过来之后呢 现在我们这里有十二条线 十二条塑杠 好 大家看清楚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最后这个十二 现在咱们要在这十二个树杠上分别勾出十二个短针出来 一 二 咱们就是一一的勾过去 好 勾十二个短针 十二个短针的勾完了哈 勾到十二个短针 好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咱们穿它的一根线外半针 勾 现在我们要勾引拔针了 好 勾一个引拔针 继续 一个 然后 两个 我们勾完了十二个短针 勾完了十二个短针 又勾了两个引拔针 过度到这边来勾 下一个三星花 好 这两个引拔针其中的第一个 这一针呢 其实就是我们这一边 拉线的这一针 大家可以在这里 在这里放个记号扣 如果你怕找不到的话 放个记号扣 在这里 好 那现在咱们就开始 开始中间的 我这里给大家开个头 两个 三针 四针 五个 六个 七个 好 又勾了七个 然后呢 方法又跟它相同 大家勾一下 第二个三倍花呢 勾完了哈 好这里退了十一次过来 退了十一次过来 那现在呢 我们就应该像这里一样 要勾引拔针 这个引拔针呢 就在刚才 让大家做记号 放记号扣的这个地方 好 就是这里 我们勾了两个引拔针 在第一个 这个地方 也是穿过两根线 好 把这个勾过来 相当于也勾了一个引拔针 勾完了之后 现在我们这里 也有十二条束缸 同样的道理呢 也是每一个束缸勾一个短针 大家勾过去 最后一个十二 第十二个短针 第十二个短针 然后呢 又去勾两个引拔针 过渡到下一个三倍花 大家那就这样 一直的勾 把你中间的全部勾完 那我这里是只有两个了哈 那比如说你勾 已经勾到最后一个 这里也是勾完了十二个短针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也是回到这个地方 回到这个地方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呢 最后的去勾一个短针 再勾一个锁针 这样就完整的结束了 好 大家可以把线剪断 拉长 这样呢 整个这个花形呢 咱们就是全部的勾完了哈 好 那勾完之后呢 倒过来看呢 会更好看一点 它就是一个一个的 这样的扇子 扇背花 好了 今天的教程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在西瓜视频上 点就是强烈推荐一下 好 谢谢大家 拜拜